高檔電梯別墅2580萬 五房到六房總價1488萬起 這些賣房廣告來自南投草屯 看在年輕人眼裡卻遙不可及 以目前的薪水這麼的低 那消費這麼的高 其實你每個人要存到錢的機率 變得更少 十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到房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一個狀況 很有壓力 怎麼說 房價越來越高薪水 最最不上房價 相鄰台中彰化的草屯 擁有7個交流道 最近房價跟著水漲船高 根據內政部統計2023年 全國房貸負擔率及鎖得比 前三名台北新北台中都在六都 第四高縣市是由南投縣拿下 房價鎖得比高達9.78 看過之後會發現到 其實室內也沒有鎖到很好 我是不會想要在這邊買房 我寧可去大城市 因為它的那個性價比又比較高 房仲分析疫情後 台中物封太平及大理進南投 買房明顯增加 以草屯來說 約是物封房價8折 大理打6折 外客來投資來買房地產的情況 所以造成整個房價也一直偏高 目前房價應該漲到 五成左右有了 整個南投縣 這10年來應該漲有五成 近年來草屯成交新屋 占五二字頭 入圍大樓滑下物件 總價千萬以內可以成家 與台中市相比仍有明顯競爭力 這也難怪受到大批產業人口 及首購族的青睞 三十五回南投報道